應該有個時間可以好好準備啦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 各位貴賓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郭雪佛 郭雪佛除了最近準備要開始訓練跑步之外 最近忙什麼跟大家預告一下好嗎 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就是比較在休息的狀態中 其實也蠻好看 妳氣色好棒 怪不得 接下來就開始好好的跑步了 對 就要開始準備跑步這一校 對 慢慢開始跑 從 考理機長說要從一公里兩公里 都像半馬 全馬來完成 電到現在還不敢跟他跑 是因為他跑得非常的快 對 因為其實這算是我第一次參加路跑 所以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這是第一次喔 對 第一次 因為其實我平常就很少在跑步 然後所以我想說 哇 這算是我一個人生中很大的挑戰 當然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公益馬修 參加公益的方法其實成千上萬種 那為什麼選擇跟炸台一起跑步呢 因為其實這一次就覺得 像是 因為應該說 首先要非常開心的是 感謝炸台銀行的邀請 那可以參加這樣的公益環環 那最主要是因為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 會遇到一些失調的朋友們 其實就不太知道要怎麼樣可以幫助他們 那我覺得這一次很棒的地方是 照來銀行提供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的機會 那我非常開心是自己可以參加這樣 太棒了 有你加入 相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他報名 那除此之外 你看到我們今天主題叫聽見愛 所以經過這麼多的閱讀啊 旁邊的大朋友跟你講一些information 所以你現在覺得 市場朋友們最需要什麼樣的幫忙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用生意 跟他們交流的話 我相信這是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激勵的方式 也是一個溫暖的方式 那我也希望可以賞應大家 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當然除此之外呢 我們希望很多企業朋友們 跟我們一樣 拋磚引玉的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給市場的朋友們 除此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是企業大老闆 可以錄你的聲音傳給我們啊 我們企業在一起 然後我們會幫助好多好多 適當的朋友 這一次除了請到你 來幫助很多適當的朋友之外呢 你知道台灣現在最會打拳來打的人 叫高國輝嗎 他是說棒球情人 然後他呢也會希望給你 1月24號來跑這個渣打工藝 那今天呢 因為他現在台中的洲際棒球場 打世界12強 要為國爭光 所以今天呢 透過這段影像 來為所有視障的朋友 加油 我們有請高國輝